欢迎来到命运设计系 我是你们系主任简少年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东西是 我到底会早婚还是晚婚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先跟大家聊一下 早婚晚婚的定义到底是怎么样啊 其实古代的早婚可能是十几岁 但现在人可能早婚是二十出头岁 但是呢一般来说 大概在民国可能五六十年去算命的时候 六七十年去算命的时候 一般人觉得二十八岁就已经是晚婚的时间点了 所以爱情如果不顺利 你就在二十八岁后再结婚就可以了 好这是古代的一个判断式啦 到了现代的时候 其实很多爱情上 我们认为三十多岁可能才叫晚婚 甚至四十岁可能才叫晚婚 因为很多人在三十出头岁结婚嘛 整个婚姻其实都往后挪了啦 变成我们现在讨论所谓的早婚 可能也都是二十五六岁了 可能也都不是这样的现象了 当然跟你的城市有关啦 还是很多人十几岁结婚的 那你的早婚就得配合你的城市 看他们那时候所谓的早婚都是几岁 那只是在台北台湾现在的状态 可能比较不一样 这里呢还是要根据你居住的城市 或是你所处的国家不同 而要做出改变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喔 在学指挥斗术的时候 你一定会学到对应的桃花星 这个桃花星呢 就是红蓝星啊 天喜星之类的星星 好那其中呢一定会讲到说 红蓝星代表的是跟正元是比较有关的 那当然不是说你遇到红蓝星 你就一定会结婚 因为现代人结婚的事情就很多变数了 可是呢有趣的事情喔 就是你有红蓝星的人呢 他的确是比较容易早谈恋爱 如果呢他是生活在一些比较容易结婚的地方 例如说他的这个生活的城市 是属于这种可能十几岁 二十岁就要结婚的 他就有很可能在这个有红蓝星的情况下 很快的就进入婚姻里面 当然那如果他是生活在这种 三四十岁才结婚的地方 那很有可能他的这个红蓝星只代表 他很早的谈恋爱 并不等于他一定会结婚喔 好那至于这要看法是怎么看呢 一般来说会不会早婚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在于命的部分 命的部分里面呢 首先你要结婚这件事 也要有人愿意跟你结啊 对吧 你自己想结但没有愿意 那你也结不了嘛 因此呢 我们就会先看说 你本身是不是受到这个红蓝的能量影响很大 因为呢 一般来说在本命盘啊 在命宫或夫妻宫有红蓝星的人呢 都是属于桃花能量比较强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桃花能量比较强的时候代表什么 代表你一定长得好看吗 其实不一定啊 因为红蓝星在命宫喔 通常也只代表说 你这个人的演员啊 整个人员啊 是相当不错的 大家会喜欢靠近你 然后你本身也会散发了一种 有一点点小恋爱能量的状态 但是呢 夫妻宫呢 如果是红蓝星呢 则是说你对于爱情这件事 你有很多的想要稳定 想要这个关系的想法 你会非常想要呢 很快的跟你的对象 进入到正式的恋爱 并不会有那种 玩乐啊 花花公子啊 的一个现象 因为你对于这种正式的感情呢 你想要的感觉是 比较强烈一些的 红蓝星在夫妻宫里面 也可以代表说 你今天是对于这个爱情这件事情 你会遇到这样的对象 它会对于呢 一个正元特别大的要求 等于说呢 你其实很难遇到那种玩玩的对象 你的对象呢 都会属于什么 就是很想要认真交往 真的是要步入婚姻那个方向的 那这是因为它有红蓝星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 所以呢 这就是命宫跟这个夫妻宫里面 遇到红蓝星的一个变化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红蓝星之后 讲到第二个星星 对不对 是天喜心 天喜心本身是代表天丁 代表生子多一点 代表喜事 天喜心呢 如果在命宫的人 其实呢 它就是比较容易有一个 关于天丁 生孩子 天人口的一个缘分 但在古代的时候呢 的确是那时候人要传宗接代 生小孩多嘛 但是现在呢 就不一定了 它有可能是什么 让亲戚住进家里啊 认亲戚的小孩当干儿子啊 或者是跟亲戚的小孩很好 也有可能呢 是养宠物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命宫呢 有天喜心的人 他就会对于这种 有一个后代传承 他会特别的在意 那也因此呢 他就有这样的缘分 遇到有机会去结婚 来做生小孩这样的事 虽然这个时代 结婚也不一定等于生小孩 生小孩也不一定要结婚就是了 夫妻宫的部分呢 如果有天喜心 就是他的另外一半呢 就会对于说这种传承 对这种传宗接代 或者说生小孩 或喜欢小孩的部分 会比较明显 他就会跟这样的人呢 谈恋爱 或是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嘛 那照传统逻辑来讲 他就是会先结婚再生小孩 也因此呢 他也是另外一个找婚的判断室 主要是这两个 那可能就有人说 老师那难道找得好看 不一定吗 为什么那找得好看怎么看 其实呢长得好看的部分 一般来说我们会放在父母宫 这个呢是在父母宫 有一些流派里面 他们就叫他相貌宫 然后有人叫光明卫 然后不管是读书或长得好看 其实父母宫是一个 额外的判断性宫卫 所以我们讲的红蓝星 或天喜星 这些桃花星 甚至其他我们讲到贪狼 莲珍天摇等等的星星 他如果放在父母宫的时候 反而呢比较会代表说 这个人长相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会一眼就看起来是 正妹跟帅哥哦 我们接下来要往下讲的是 继续来讨论早婚的部分 早婚的部分呢 我们讨论第二个部分 是跟运势有关 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嘛 这个红蓝星本身啊 如果是落在命宫的时候 代表早婚 那我们就知道 只会走出有所谓的十年大运 也就是我们的大线 你每个大线 一直不断往后按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 就是假设这个人的红蓝星 跟天喜星 很早就在他大线的命宫 或大线的这个夫妻宫 也就是说 他本身虽然不在本命的 原来的盘的命宫夫妻宫 可是他运势十年大运上 遇到了这一个天喜星 或是红蓝星 在他的大线的命宫 或夫妻宫 像我们很多朋友 有可能他在十岁到二十几岁的 这个大运的时候遇到 也有可能是二十出头岁 到三十出头岁的时候遇到 这就意味着呢 你可能会在这个大运的时候 特别的想谈恋爱 然后遇到一个 那时候我们所谓 认真谈恋爱的证源 但是呢 因为你的桃花能量很强 所以在里面的时候 就有可能怎么样 你不只遇到证源 你可能还遇到一些渣的 但反正就是 你会遇到你很喜欢的一个方向 但那时候你都觉得是证源 不是小时候谈恋爱 应该都是这种感觉吧 有趣的是呢 在古代的判断式上呢 这件事件跟功课特别有关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人认为 你如果很疯狂谈恋爱 你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功课 当然现在已经不一定了 可是在古代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判断 如果你十多岁的时候 遇到了红蓝星 遇到了天喜星在命宫 那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课业 因为你花很多力气在谈恋爱的这件事情上 好所以这是第二个 从孕上面判断你这个早婚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就会看到你的孕 是在十几岁那个孕 或是在二十多岁那个大孕 遇到了红蓝星或天喜星 也就相对你会 在这个十年内有机会结婚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讨论晚婚这件事 是什么样的人会比较晚婚呢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 有一些长得特别帅的人容易晚婚 有发现吗 长得特别好看的人 可是他都很晚婚 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到一件事情 我们要讲早婚是属于红蓝星 刚好落在了命宫夫妻宫 所以你的红蓝星如果落在其他地方 很有可能你就并不是在这些宫位上面 会对你产生爱情的影响 我们刚刚想过长得好看的人 有两个判断是在指挥头上常用的 第一个呢是放在父母宫 我们刚刚讲到父母宫里面 如果很多桃花星 那是不是他就会长得比较好看 好你可以想象这件事 这就意味着很可能桃花都在你的爸妈身上 你本身是没有的 所以这时候你的爸妈可能很早婚 但你可能就不一定 第二件事情是因为 通常在早年 父母宫有太多桃花星的人 他都容易经历一种爸爸太风流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这个人对于婚姻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没有那么正向的看法 所以他就不觉得自己要很早的进入婚姻之中 OK那另外一个我们来判断帅哥美女的这个看法 在指挥头数的第二个点 第二点判断一般是在命宫或迁移宫的时候呢 他有煞性在 没想到吧 为什么煞性代表长得好看呢 我们可以想想大家通常觉得好看的人都要眉眼很近 对不对 眉毛很浓很近 眉毛很远的人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帅 对吧 但眉眼很近的时候就觉得比较帅 甚至是眉毛很浓就很好看 我们知道眉眼很近在面向上面代表的是冲动 指挥头数上面跟冲动有关的猩猩就是情阳心 情阳心本身就会是一个煞性在 所以这个煞性呢 他代表的就是你有煞性在命宫的人 一般会比较容易孤独 所以他的婚姻也就不容易那么早 所以这是情阳心 那其他呢 我们比如说陀螺心火星跟灵心呢 火星跟灵心呢 虽然代表的是脾气很火爆 可是同时间火星跟灵心也代表耀眼 也代表闪耀容易被看到 所以也容易有这种好看的意味 如果命宫里面有火星加灵心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种容易被看见 这个人容易发光 所以呢 他也会属于让大家觉得有一种性格感 比较帅的一个状态 陀螺心呢 就不一定 陀螺心代表的是纠结 我们知道一般越纠结的人眉毛越近 对不对 因为在面向学里面眉毛越开 就越不纠结嘛 越近就叫眉毛越近 那眉毛越近 你看起来就怎么样 也是一样 就会属于有一种忧郁感 也会觉得这个人帅 所以呢 他们在感觉上都是属于偏帅的 那个类型 另外两颗空星 有人说是煞星 叫地空地结 一般地空地结 在这个命宫的影响的话 会变成是有一种空灵感 所以还会有一种 清纯空灵少女 或是清纯空灵少男的一种感觉 给人家一种冷冰冰 神秘的那种距离感 所以也是一种感觉上的帅 因此呢 当你有这个煞星 在影响你的命宫比较重的时候 所以你都会带有一种帅感 意味着你在年轻的时候 就比较不容易进入婚姻 因为你的性格比较硬嘛 然后你的桃花星 又不坐在这几个宫位里面 那是不是自然怎么样 你就会不好相处 不好相处 你可能谈恋爱都容易分手了 何况是你要结婚呢 对吧 同样的这几个性 如果放在夫妻宫 夫妻宫煞星很多 有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 就我们刚刚讲的 可能长得很好看 因为代表他有这些情绪的特质 性格冲动啊 就眉毛很近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陀螺星眉毛也很近 然后又有空结 又有一种空灵感 哇 很好看 但同样的逻辑 你遇到这样的对象的时候呢 你们可能谈恋爱 三天一小草 五天一大草 在爱情中都已经坑坑巴巴 叠来叠去了 那进入到婚姻 是不是一样更难了一点 因此呢 我们在夫妻宫里面 如果这样特质的时候 你会感觉自己 好像不太容易 早婚就容易晚婚 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来看 我们讲的是本命的内容 那接下来看孕啦 如果看孕的时候呢 我们讲在孕的时候 如果你是在十几岁 二十几岁的时候 你的从年轻的时候 一路到三十岁以前的大孕 命宫夫妻宫都没有红蓝星 也没有天喜星 这就意味着 你在前面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有 这种想要走向正缘的感觉 甚至是呢 你遇到的对象 也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那自然呢 你们彼此感情上 就是比较玩乐一点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也没有那么想结婚 我现在先冲事业好了 就冲冲冲冲冲 一路就可能到了 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那个大限 甚至到四十到五十的大限 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此呢 我们就告诉你说 你的正缘可能要五十多岁 才会遇到啦 然后感觉天啊 老师我要崩溃了 难道我真的要五十多岁吗 但老实说 其实我们人呢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 我们就会对于这个 理智的在意点越来越大 对于感性其实越来越低啦 你会发现 你对于结婚的条件 以前年轻的时候 可能是只要爱就好了 凭feeling就好了 可是呢 你会发现说 你在三十多岁后 你可能很多的考量 对吧 你上游老对不对 然后还有工作的压力 还有生活的品质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说 不结婚原因是 为什么我要勉强自己 为什么我要将就 这其实就是你的理性 已经盖过你的感性了 你或许很心动 可是这个心动 它却比不上 你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 因此你不想往下降 对吧 在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很多时候 是用理智 可以决定你的婚姻了 这时候 有没有真正 一定要去踩到红乱心 好像也没有那么必要啦 当然它更多是 你的意愿问题 那因此呢 我们就要讲到的是 桃花心啦 刚刚上面呢 我们已经讲了一个 早婚跟晚婚的一个判断式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下 加强这些判断式的状态 因为不是说 只要符合这个要件 就会马上啦 这个是不会的啦 那加上很多特质之后 它的概率 就会往上称称的涨 例如说 我们刚刚讲到 你的红乱心里面 或是刚刚讲到 条件式里面 多加了桃花心的存在 例如说你的红乱心 是跟贪狼心在一起 你的红乱心 是跟连真心在一起的 你的红乱心 是跟天摇心在一起的 你的红乱心 是跟你的贤持心在一起的 只要符合这个现象呢 它就会 撑撑撑撑的涨喔 所以呢 基本上你的命宫跟夫妻宫 只要遇到这些桃花心 它都属于一种加成的作用 好的 那如果你更想要细节的知道 你到底在爱情上 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到底你所谓的早婚 是哪一年会结 还有你的人生 到底是不是已经错过了 你的这个早婚的期限 或是红乱心的期限 这个呢 都可以在 淘淘喜上的 紫薇斗树课程上学会喔 对 因为我们淘淘喜的 这个紫薇斗树课程呢 就把每一颗心 每一颗的内容 去教给大家 你可以更细地去分辨 到底你的爱情和证源 是哪一年来 甚至呢 我们有教和盘的内容 所以你可以知道 今天到底遇到的男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哪些生肖跟你容易往下走 同样的生肖 大12岁跟小12岁 究竟有何不同 这个呢 都在我们淘淘喜的 紫薇斗树课程里面 你甚至可以看到 你自己 你的家人 甚至是你的小孩 搞不对看出来 他是不是会早恋 影响到他的课验呢 都可以在 紫薇斗树的课程之中 去发现喔 我们如果一般 不讨论早婚 只讨论早恋 就是提早 很小很小 就开始恋爱的话 那是怎么判断 就是这个人的命功 跟夫妻功呢 如果桃花心很多 或者是说 他大运走到很小的时候 桃花心就很多 他就容易有早恋的 一个现象 同理呢 你说老师 我符合各种晚婚的特质 可是我的桃花心很多 那会怎么样呢 例如说 我的夫妻功都是萨星 可是他又都跟桃花心在一起 那我们只能跟你说 你可能会有很大的苦恋 为什么 因为你想嘛 你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人 或是在你自己性格 还比较强烈的时候 就仓促的进入一段婚姻 一般来说 我们说这样的状态 容易散婚 对吧 那散婚之后呢 过一阵子才发现 真的不能往下走 就容易分开了 所以太年轻的时候 散婚并不是一个好事 也可能就符合 我们刚刚讲的现象 什么火星 灵星 情阳啊 刚好这些桃花心 叠在一起 又加了这个红蓝星 全部叠在一起 的确你还是有可能早婚 但你也有可能早离婚 所以这个还是 比较注意的一个部分啦 可能很多人 刚刚听完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焦虑是 老师 那我的夫妻宫 这么烂 怎么办 是不是我人生就毁了 注定会遇到很烂的对象 基本上呢 在夫妻宫很烂的时候 它代表并不是 你的另外一半一定很烂 它代表是你的偏好 你容易被一些 很烂的人吸引 我们讲啦 它只是吸引你 不代表你要在一起 对吧 同时你可以选择 你想要选择的对象嘛 毕竟人是有自由意识的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对象 同时间呢 也可能是你这个人的要求呢 有点极端 你喜欢了所有的这个渣男药的特性 但是你不希望它这个渣男 难度是有点高的啦 但除了年纪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间还有一个解决方法 也可能就是跟外国人在一起 跟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 因为很可能你要求的特质 在其他的这个异国文化上 是一个很正常的 所以在这里呢 还是跟大家讲 夫妻宫很差 并不代表什么 只代表说 你可能要注意你内心的这个小鹿 是不是永远是往渣男那边撞 那你只要控制住它 把它放到对的地方 你还是可以遇到真爱的哦 但其实老师我算了这么多命呢 后来发现认识自己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算完之后 就算你看出来 这一个人 你适合什么样 不适合怎么样 可是最后呢 你可能还是会在各种感情抉择上 无法自拔 所以我认为啊 人真的找到自己的这个弱点 和真的找自己的强项 同时间对自己呢 面对的诱惑的能力 和各种状态的控制 我觉得还是人贵自知 所以我们才说 这个人生很大部分还是在修行 而学算命的关键呢 是帮助你入道 这是很重要的 你算完了命之后呢 你对自己有的理解 接着你就开始入道 你开始理解吉凶 开始理解天地 而这个是我认为 学习算命最关键的真谛了 其实是入道 并且修炼最后开悟 最后祝各位都能 有情人终成眷属 单身的同学呢 也能幸福快乐 自己自由自在 好吗 好 这里是命运设计系 我是你们系主人简少年 我们下次见 拜拜